WHA世界卫生大会践行活动 吸引各国公民参与 健康是基本人权 但台湾却连续八年无法参与WHA 卫副部长邱太元率领的四位行动团 在瑞士日内瓦 期盼透过双边或多边会议 寻求更多国际支持 今年我支持台湾的力量都比往年为大 我们开了更多更深入的一些双边的会谈 这些会谈其实都增加了非常大的友谊 不少友邦和理念相近国家与台湾互动 行动团充满信心 但就怕中国再耍小动作从中阻挠 现阶段人无法公布哪些国家和台湾接触 可以向各位保证 在我们持续的不断努力之下 还有跟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协助 那我们在理念相近国家支持的数量上 确实是每年都有增长 台湾一届联盟基金会则强调 预期未来几天能看到友邦 理念相近欧美国家对台湾的声援 相信台湾声量不会轻易消失 行动团更坚持立场 未来进入WHO的名称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台湾 台湾的国民就是中华民国 像国家的主权 是不容受到任何的一个改变 这是历史的事实 也是国家的主权问题 主权的问题是不容打折的 主权问题没有模糊空间 行动团持续奋战到最后一刻 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坚强的 一位实力 民事新闻 李陈胡崇恩 SN小组台北报导 民事新闻